有把他封掉喔 真的 一定要會樣式 很痛苦喔 好 我先把旁邊這個關小一點點 老師現在把張截斷都做完了 可是你要想喔 它後面還有那麼多耶 那我故意讓顏色不一樣吧 這樣看起來可能會比較清楚 紫的部分 這邊有顏色 我換個顏色讓它明顯一點 這樣把它排起來會有感覺 好 紫色好了 橘色 然後內蚊的部分 內蚊 內蚊不要全黑 可以讓它有一點點不同的顏色 這樣 OK 好 這是我的白板的部分喔 那假設我的遺傳工程 遺傳工程還是同一集好了 那我想要讓後面這個跟它長得一樣 然後這個也是跟它長得一樣 一次類推 知道我是意思喔 好 那白板要怎麼做 你當然可以把它複製後 就是這個紫白繼續一模一樣的內容 再去做一次 可是這樣其實很辛苦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你到文字的工具來看一下 在文字的工具裡頭啊 這一排就是跟文字有相關的功能喔 那我想要讓它可以被重複使用 而不要再一直不斷地重複做 好 你要用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就叫做樣式 樣式 明白嗎 那我們這邊的樣式有分成兩種 一個叫字緣樣式 一個叫段落樣式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差在哪裡 好 次緣樣式跟段落樣式 來 那所謂次緣樣式的意思是指說 例如說 想說我在 我這一段裡面有一個解釋名詞 就是這個 移成 稱為遺傳工程或者基因重組技術 好 這幾個字它是專有名詞 那專有名詞我希望它們 只要是專有名詞的 我可以讓它變紅色 加重這一段裡面的某些字 這樣的設定我知道 我單獨反排它 到這個地方設我會 對不對 這個動作我會 可是我希望可以把它做成樣式的時候 你在做樣式的功能 你要選叫字緣樣式 所謂字緣的意思指的是單一的文字 詞彙 單一的文字 好 那段落樣式是什麼 段落樣式指就是整段套用 整段的套用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觀念 好 那首先我們看要怎麼做 你要把功能表打開 所以從去到文字的地方 有一個叫字緣樣式 你把它開著 那字緣樣式打開後 其實連同段落樣式就在隔壁 這個是字緣 這個是段落 好 來 以這一個來講 這整個 整行的喔 整個的喔 它算字緣還是算段落 段落 段落 它是算段 因為它後面有個Enter符號 所以它算整段 那這個也是整段 這個也是整段 裡面的其中一個字詞 這個叫字緣 懂得說的意思嗎 邏輯上是這個 差別在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呢 我現在希望的是這個 變成了一個字緣的樣式 那我該怎麼做 好 來 我們點一下這一顆 建立新樣式 建立新樣式 你只要一點厚 一點 好 它馬上多了一個新的 叫字緣樣式 然後這個字緣樣式的名稱你可以改 所以你可以右鍵 好 例如說我們編輯 編輯它 右鍵編輯 或是快兩下都可以 第一個 樣式的名稱在這兒可以改 例如說 標紅字 假設這樣 換別的好了 不要 標 標綠字好了 綠字 綠色的字 依據都不要 它自己是獨立的 乾淨的樣式 旁邊就是它的功能設定 例如說第一個 基本的字緣設定 我先改顏色就好 我改顏色就好 所以我們進來後選字緣的顏色 我只要改顏色就好 然後我改成綠的 所以我們就點綠色字 我覺得OK嗎 綠色字 好 來 確定 我這個樣式就做好了 這個樣式就標綠色的字 好 那什麼使用呢 使用的方法是你只要反白後 點 點它 反白 反白 點 它就套上去了 懂老師的意思嗎 字緣 字緣的套法 所以你只要找到重點的字 然後點一下這個樣式 它會套上去 好 那為什麼要用樣式 它跟我自己手動做的差別在哪裡 好 它的差別是 如果你覺得 當你做完之後發現 哇 這個綠色字實在是太不明顯了 不是很清楚 所以只要在標綠字上頭看一下 好 你再改 字緣顏色好了 例如說我覺得綠的真的是太淺 不是很清楚 我找個深綠好不好 深一點的顏色 好 我找深一點的顏色 好 OK 你可以預覽 預示 你可以看一下 他們又全部一起改 所以等於是你整個檔案中的 套了這個樣式的字 全部通通通都會改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很重要在看板上面 是很方便的 不要如果我跟你說 你要改個顏色 改個字型 那你就會很生氣 想說老師你叫我改這個 我要花好多的時間改 那是因為沒有用樣式 如果你用樣式一下 就可以全部改好了 所以整篇文章的字 分成不同的樣式來做 這樣知道老師意思嗎 來 那我改好了 那再來如果我們想要 讓它再有一點點不同的變化 你也可以再去改其他的東西 好 那我們先確定喔 確定 你看 他這邊就改好了 那這樣老師意思嗎 所以這個叫做字緣的樣式 字緣樣式 好 同理 那如果像這一個 這個字 好 這個字呢 我要讓它一樣變成樣式好了 來 等一下 放白 好 這個這個就是英文的嘛 好 一樣的 你就先加 然後呢 在這個字緣樣式上快按兩下 這個是例如說英文專有名詞 好 然後呢我要讓它的顏色變一下 按紅色好了 好 再來 然後再來我們還可以讓它有一些 例如說字緣的設定 好 假設它有寬度高度啊 可以去做比例的調整 這邊也可以自己去設定 然後要不要空格啊 縮方要不要有啊 垂直或水平跟鎖方都有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設到很細 知道嗎 它可以設到很細很細的一個功能的部分 好 那我看一下字的部分 因為它是字型嘛 所以它是英文字 那我想要讓它有統一的英文字 好 所以例如說 OK 來我們選這一個字型 我換個字型 就是這個英文字改成這個字型 那我們可以 浴室可以看一下感覺 然後字體的樣式 這邊可以改 字體的樣式 比如說我要寫體 寫體的感覺 好 設好了 再來大小的部分在這兒 我希望這個專用名詞可以大一點點 12或14 這樣 看你原本的設定 好 然後呢 再來行距 行跟行之間的距離大概是多少 還有字跟字之間的距離 例如說我要讓它有點開的 不要這麼急 可以再開一點點 字跟字之間的距離可以調整 好 那微調在這邊 好 然後有大小寫一子類推 就OK吧 好 來 設完之後我們確定一下 來 確定 好 我這一個字就設好了 就是英文專有名詞的部分 所以你這一個字 你自己套的綠色字 還是套的是樣式 你只要反白它 你往右邊看 你就會發現 如果它套的是樣式 那個樣式的字就會被選起來 表示說我這邊套的是專有名詞 這邊套的是綠色的字 這樣 懂意思喔 所以這是字圓的部分 字圓 好 字圓是這樣設 好 那隔壁這個叫段落 段落 段落樣式的設定方法也是一樣的 例如說這是我的章 我的章的部分我們剛做了 好 那章的部分的話呢 來這邊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所以可以建立一個新的樣式 好 然後在這個樣式上呢 再去做一些內容的處理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段落的部分 中間你們先把這個字圓樣式練習一下 好不好 字圓樣式 來 所以有一些文字了 就可以開始來排版了 排裡面頭的內裝 排版